记者陈建志台中报道 大力区美群国小本月中奖环度20周年校庆 学校举办路跑音乐会等系列庆祝活动 六年级小朋友并废物利用 利用废弃宝利龙等物品 发挥创意制作详诗显锐诗头作品 今天除举办诗生艺文作品连展开幕 诗生还一起进行诗头点睛 一诗成为校园最特别的装置艺术作品 美群国小校长叶钟雄表示 学校今年迈入第20年 为了欢度20周年校庆 举办校园路跑生命树起伏 校庆音乐会诗生艺文作品连展 校使回顾展与校园装置艺术展等系列庆祝活动 为了展现诗生多元的才艺 今天举办诗生艺文作品连展开幕仪式 前校长邱嘉玲与多位校长 还有家长会长刘启光 图城里长黄仁耀等人都到场参加 现场展示老师志工多元的国画 优化书法陶艺作品 并安排小朋友带来精彩的小提琴 钢琴演奏 为了迎接校庆 学校六年级小朋友在美术老师将找影指导下 利用宝丽笼 碎纸 舟袜子等废弃物 制作石头鼻子 眉毛 进行详施显锐的石头装置艺术创作 今天安排点睛一试 小朋友看到自己的作品在点睛后栩栩如生都很开心 叶中雄校长说除校庆当天学生会带着石头以创意造型进场 也会将作品放在校园中庭当作装置艺术 西望带给学校详味的气象